这几天好多了,好像感冒好了 所以现在又开始调皮了 今天下雨 桂林这天是三天两头下雨的 好烦哦 要出都出不了门 今天就打算把客厅收拾一下 把这个房间收拾成客厅 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一下 太脏了,戴口罩 这个是我买的姜 那个是什么,水泥 把镊子粉放在这里 这是糖醋 然后把这些清理 前段时间是保时捷在里面 然后好脏啊 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清理一下 先把东西全部搬出来炒干净 这些油的东西是以前 人家放在这里留下来的 然后那个房间说不要了 给你搞直接的毯子 想给它洗的 太脏了 但是都下雨 那些油的东西 那些油的东西 先零食放在这里 先零食放在这里 你过来干嘛 重新以后 你这个房间不再是你的了 要再给你炸个火 这个水里有点重 这个水里有点重 发了几瓣 没什么东西 本来我想搭院子了 这几天 然后今天下雨 搭不了 这些奶奶要不要放 装的电线了 然后多了 不要理 这个是女士干净 太多了 那时候这里做一个 那个喝茶的地方 大家过来玩的时候 也有地方做嘛 不然现在外面都没有地方做 这个是我自己 后面买来装的 因为房东这里是个老房子 然后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一个房子在那里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它是只有水 水是饧水的 电的话有电 但是它那个电线呢 我基本都换了 就是叫那个电工来帮换的 但是这个房间还没有弄 因为那时候没考虑到这个房间 后面还是要弄 像我弄这个房子 表哥给我出的1200的房租 然后后面我自己弄的七七八八的 什么热水器啊 然后那些水泥啊 然后厨房那个屋顶啊 还有房间的一些东西啊 基本花了有 又起钱快钱了现在 开支有点大了 我要控制开支了 不说了 先把这里搞干净 这个单车是以前编的 在这里的房东车不要了 要么把它丢了 我们不知道丢哪里 不知道能不能起 不知道能不能起 好脏啊 这个是什么都放来剪掉 好怕有蛇进来 这个扫干净之后呢 还要倒那个水泥浆下去 不要这个地方呢 太脏了容易起灰尘 像那个厨房一样 它的厨房倒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带你们看一下 真的 这个倒了之后 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 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里还没有干 我就插进来了 有我的脚印什么的 然后过两天一天 借好了再倒一层 因为这几天下雨 怎么好干 到时候那边房间也是倒成这里一样 就可以了 基本室内的就差不多搞完了 我是先从室内弄完之后 再弄室外的 要有个规划嘛 慢慢来嘛 是吧 干活吃了 好